与个21年东半决 杜兰特惨遭雄辱淘汰 被称为当年联盟第一人 今年巴特勒14级表现淘汰雄辱 可否称联盟第一啊 你这个呢就是 巴特勒我感觉这组谢勒赛啊 达的比当年凯文杜兰特那里强多少啊 你要不能说 这都是少见多怪呢 仅就一轮谢勒赛的发挥 那杜兰特决赛也是采线的 你看金马特勒追踪那个绝评 人家超时了吗 人家采了变线了吗 那是不可能的 真正大心脏选手 最后就能叼着链子 那都不够丢人的 所以巴特勒这个表现 我认为跟当年杜兰特相比 一是杜兰特啥呢 你是缠战不假 金马特勒不是缠战吗 面对完整体熊路 人家不是一一拿下吗 你当年也是缠战 你怎么没能力拿下呢 而且你旁边还有赞不撒党呢 那是当打正面MP 人家系列赛当中 在重新复出鬼队之后 后续两场比赛 缴除的数据是19加9 真实命中率57.8% 应该是 比杜兰特后两场比赛 真实命中率都高 人家是你旁边的 这么差等啊 人家还有组织能力呢 还能遭犯鬼呢 你旁边还有这么一位大拿呢 MVP级别选手 替你分担压力呢 打的是上前没有登顶 这个王座的 上处在发展 怎么讲 中期阶段的字母格呢 那会儿的字母格 还没有那么可怕呢 结果你也没拿下呀 旁边有MVP你都拿不下呀 就少了一个人就不会打了呗 那人家也少了一个呀 这不一样能拿下吗 而且那一年的 多伦特场景数据 也没那么恐怖 哪像今年巴特勒这种 这个场景达到37点几分 那年多伦特拿出 这种高子发挥吗 两项命中率 干到60%和44%吗 根本就没有 结果这吹从联盟第一人了嘛 你还数了呢 最后几段 呃 加时在七点 你还看着对方 死个劲打你呢 所以呢 差距太大了 就这两者之间 要是比的话呀 呃 21版本的 蓝网 多伦特 就第二轮 遭到对方淘汰 来势汹汹 但是走得灰头土脸 在反观这个 金马特勒呢 面对热火 打得如此 散战 英雄下凡 这两个系列赛的表现 我要判断了 起码差了 对五党 起码差了对五党 一是金巴特勒 他这属于是 屹立在历史之点了 所有系列赛的历史之点 二是什么呢 在首轮的时候比赛 人家也是历史之罪 到第三点呢 人家打的是这个 熊组队已经 正观之后的阵容啊 那这个 比当年当人可怕了 第四点 人旁边没有MAP 而你旁边有MAP啊 第五点呢 那人家巴特勒 在联帅当中 也不像你位置那么高啊 人家就是一个草根 直接上海最多 入选过第三阵容 而你当年拿外MAP 你还没好死呢 所以你就是一条一条 往下扣呢 把吉尼巴特勒 在这种系列当中 他的有势的一些东西 他跟其他人 能拉开差距的一些东西 你一条一条往下剪 拉下来五党 他都比杜兰特强啊 那就不止五党了 能甩开杜兰特 差不多七到八党呢 有可能 再包括这个吉尼巴特勒 这种现实战 人家场景多少啊 你有人家躲吗 没有人家躲吧 这就又拉一党 吉尼巴特勒 效率比你高吧 你效率没人家高吧 吉尼巴特勒有防守吧 你有防守吗 你当年在这个 狼狼队内啊 你不跟他看着吗 防守指令不行啊 尤其加塞期间 你看志姆哥 把你抱成什么样的 怼你怼到篮下 死死就在 在你脸上扣篮呢 这么一直一鼠差了几党了 八党了 差了八党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